哈喽大家好,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啪啪啪,啊啊啊啊啊,光能电影的影子,帅的吊渣。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遇世强》的字,一个以精神分裂症患者视角演绎的青春片。 故事的主角名叫小白,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高中生,最初他发现自己看东西会变形,看了医生被诊断为青光眼,可不久后他便开始不断听到窃窃私语上,不久后爸爸抛弃了他跟妈妈,于是小白只能通过喜爱的烹饪来转移注意力,久而久之他练得了一手好厨艺,也梦想着未来能考上一所烹饪学校,可没多久,继父拔了进来,小白内心多少点本亏,他明白他的家已经成为过去世了。 没多久,小白病情恶化,他经常看到一团可怕的黑影,攻击他,嘲讽他,骂他是被人讨厌的疯子,于是他幻想出了三个伙伴,用以保护自己,而且病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很难隐瞒了,一次实验课上他突然精神崩溃,在他眼中,黑影怪从杂物件中席卷而来,那一刹那,所有烧杯试窝全都朝他飞了过来,他一紧张,不慎碰发了手边的药机,烧伤了铜桌的胳膊,这次发疯后,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病情全效解释,被冷静退 随后,他的平静生活算是彻底结束了,继父收起了家里所有的刀,好像生怕下一秒他就会发疯杀人一样,妈妈开始带着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精神科医院,最后还死马当活马医,给他申请了研制中的特效药,之后他们找了个宗教学校,同一收小白,但前提是他必须服药控制病情,而且门门功课都得过得去,就在跟这个修女教员沟通的过程中,小白的幻想伙伴突然把烟头扔到了修女头上,于是在小白眼中,他身上开始起火,把烟连带是整个柜的都烧起来了 他努力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混相,但真的很难不被影响,而与此同时,他跟继父的矛盾也开始出现,尽管妈妈已在鼓励他,你只是在跟病魔作斗着,你不是疾病本身,但小白依然感到绝望,因为所有人都这么对他,他很难不消极 而后他去上了个厕所,刚巧碰见同校的学霸,小红在跟同学进行论文解偶遗,虽然认识过程很奇怪,但小白对他的印象很是不错 之后二人再次在食堂偶遇,小红还过来打个招呼,小白对他好感备访,心中想做正常人的念头顿时强烈了起来 此前小红,他还是吃下了妈妈身性的药,可是呢,这个入学之后吧,小白的成绩却不太理想,再这样下去他又要被劝退了 于是他借机去找了小红,请他来帮自己补课,有了爱慕女孩的陪伴,他开始积极的抚药,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幻想伙伴们和那团黑影都没有再出现,但随之而生的却是药物的副作用 小白开始出现肌肉抽出,但他没有告诉别人,只是去找了学校里的神父轻诉 这种有人轻诉而不是被当成病人的感觉,也让他感到难得的放松 之后小白的成绩终于合格了,他借机邀请小红吃饭庆祝,二人聊得很开心 可是一想回家的路上,却遇到了前学校的同学,他们大声嘲笑小白是疯的,还拿眼罩扑过他 为此小红跟他们吵了起来,不过这时他还没明白这些人嘲笑小白的意思 二次日一直找小红买论文那人付不上钱,给他告告失职了,导致他这门生意就舍了 当天修女布置了毕业基准测试的论文题目,是让写一件你人生中最失败的事 小白本想继续找小红补课呢,可是一想他却匆匆忙忙走了,好像很忙一样 到了补课点也没来,小白不知道咋回事,就以为小红是因为昨晚那时候不想理自己了 于是他又去找了神父,想要得到一些指导意见 一番交流后,小白决定直接去他家找他,可谁想过去之后 那家的主人却说,根本不认识小红这个人 小白还又说了小红的全名,那人才想起来,表示那不是我们家人 你往上走,那边有家修理工是姓这个姓的 于是小白按照指路,找到了一家破旧的小房子 原来这才是小红的家,他是好面子才谎报的地址 他家比较困难,他爸自己养了撒海子,最近腿还受伤了 于是小红只好想发各种赚外快,好来养活着一大家子 可是现在,卖论文的生意丢了,他就只好去餐厅打工 所以才没空来找小白,说开之后,二人关系更近了一步 正好餐厅老板跟红爸交情不错,小白便决定 以后去餐厅找小红补习 某日补习后,小红带他去了餐厅后储 看着各类储具,卤子,小白特别兴奋 便小事牛刀,准备做个宵夜 可谁想,炒菜炒到一半,他再次肌肉抽出 好在小红没有发现,还了解了他在前学校的事 想着这没准可以作为小白论文的主题 小白也隐晦地表示,那次争斗爆发后 别人看他的眼光就变了,他们开始怕他 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让他们用原来的眼光看待自己 也许这就是失败的感觉吧 小红也没有过多的安慰,只是轻声说 我想你的论文题目找到了哦 恰好小白也不抽住了,可饭做好后,小红一尝 他拉酒放堵过了,味道真是很抱歉,但小白自己一尝 这就感觉正好,这时他才意识到 不光是脊柔抽出,连他的味觉也开始受影响了 很快,药物的副作用越来越强 他每天控制不住的抽出,注意力也开始涣散 而这时白妈突然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因为副作用的影响,也因为事发突然 一听这个消息,小白正在了原地 妈妈感冒安慰小白,说一切都不会变的 但小白深知,这是不可能的 妈妈试图解释,可他的注意力又再度涣散 之后,他仔细研究了那药的副作用 原来什么出汗抽出,无管下降 那都是轻的,严重的,甚至还会杠楼 小白一看去屁的吧,果断放弃了 抚药,每天当他妈面吃完 出门就把药吐了,于是那些副作用 便逐渐消失了,幻想伙伴回来了 但那团可怕的黑影也回来了 当他再度来袭时,幻想伙伴提醒小白 快跑,为了防止自己伤人,他连忙跑出了教室 并呵斥小红,不要跟着他 然而这些异常都被凶女看在了眼里 当天他回到家,只见家里阴森森的 那女儿还影从婴儿床中溢了出来 对他说,你不是你妈理想的孩子 她不爱你,这个孩子才是她想要的 她会填补她此生最大的遗憾 刚好这时,肌肤进来,叫醒了她 随后,她突然想起,自己高二那年 同宵有个女生患了鼓癌 于是,学校的许愿基金会便帮助她 实现了一个愿望,请了一个男团 陪她共进晚餐,但因为这事 小白却看透了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是 一个癌症患者,人们就会向你施以严守 但如果你有精神分裂症,人们就会 对你避之不及,像她这种人 就会被丢在机械上,任其四号 崩溃,等待死亡,也没有人想去 完成她的愿望,之后日子继续 小白带小红去看了一场露天电影 并在高潮时安安表白,邀请她 一起参加学校舞会,小红同意了 二人浅浅疑问,小白有纠结过 是否要把自己的病告诉小红 但她最终还是决定保守秘密 可谁想次日,她妈就发现了她仁药的事 二人大吵一下,白妈压力闪大 忍不住脱口而出,说你以为 这个家里只有你一个受害者吗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我想自讨苦吃吗 这些话也让小白更加难受 白妈联邦安抚,小白解释说 那些药让她生不如死,她是不会发病了 但她也无法碰认了,那是她的梦想 如果连这个也做不了了,那她治病有什么意义 白妈这才知道小白承受的副作用 她希望能帮助她,说我始终跟你是一个战线的呀 但小白却说,自从姬父来了之后,我们就不在世了 当天她躲在房间里,听着妈妈跟姬父争吵 讨论要不要送自己去专业的治疗机构 一眨眼就到了晚上 她来到客厅,正好撞见姬父再给修女写信 结果次日,修女便说要让小白休学禁足 意思一开始我让你来的条件就是你得坚持服药控制病情 现在你不吃药了,我当然得开你了 小白料定这是姬父所使的,非常生气 她冲进厕所,幻觉周围墙上镜子上都写满了辱骂她的话 而这时,小红找了过来,兴奋地告诉她,她的论文居然超过了自己 得了第一名,但是那又如何,她已经被禁足了 临走之前,小白再次来到教堂 神父认出了她,劝她应该原谅自己 但这句话,在小白耳朵里,却变成了你为什么不自我了断 今晚就是舞会职业 小白惦记着想去舞会赴语员,那家长肯定不让呢 于是,一次次的压力打击之下 小白情绪开始崩溃,黑影再次出现 她告诉小白,这一切都是全套 她们就是想用那些药片来毒害你的大脑 而这一次,小白完全听从了黑影的说辞 不再相信父母,大道理反 而后,她强大精神,换好了衣服 坚持了去参加舞会 但此刻,她的状态非常不好 这时,黑影告诉她,你得把药全吃了 于是,小白吞下了所有的药片 精神恍惚地来到了舞会 舞池中的一切全都化成了恍惚的光影 她努力支持着小红,不让她看出端倪 可没一会儿,修女发现了她,想赶她回家 小白拉着小红想走 可是体力已经支撑不住了 她靠在小红怀里 这时无数黑影袭来,吞没了她的世界 随即,修女一个箭步冲上来 抓住小白,勒令她离开这里 可在小白的眼中 她的面孔已经扭曲成了一个怪物 她一把推到修女,跑出了舞池 但那些幻象如影随形 惊慌之中,小白逃到了舞池上方的灯架上 失足甩下,多处受伤 被送进了封人院 至此,小红也终于知道了她的病情 小白崩溃了 她觉得自己已经完了 学位没了,梦想泡汤了 心爱的人也看到了自己最不堪的一面 小白就这样被关入了奉人院 每天被看着俯妖 看着其他更加疯狂的病友 没有梦想,不能碰人,日复一日 某天安神父来看她,为她倒了高 还告诉她,其实承认自己的缺陷 往往可以获得了面对她的力量 之后她妈过来,给她带了一封信 小白打了一看 那就是肌肤写给修女邮件的复印件 原来,肌肤并没有唆使修女禁足她 想法还立定的,为她说了很多话 也就是说,家人一直是支持他们 明白真相后,小白两帮追了出去 抱住了肌肤,父子二人解开了误会 由此,小白也重新获得了力量 想要继续以并魔抗争 她感求父母带自己回学校,完成毕业演讲 于是,肌肤为她办理了书院 几人赶回学校 刚巧赶上了毕业典礼的尾巴 她冲上演讲台,表示还差她的论文没有念 可刚说到一半,黑影顿时呼啸而来 警告她,不能说出自己的病情 她站在台上憋了半天 还是鼓起勇气继续演讲 不过她没有念自己的论文 而是坦诚了病情 因为这个才是她真正最失败的事 而当她说出病情的那一刻 那些黑影突然停住了 她受到鼓舞,也讲得越发轻松 随着她情绪的稳定 眼前的黑影也逐渐退去 最终归于平静 演讲结束后,同学们一片恶然 只有神父对她抛出了支持的眼神 小白走出礼堂,小红也追了出来 表示自己不会因此离开她 二人深情勇问 影片摸尾,小方迫于压力 还是给她颁发了学位 妈妈也剩下了小妹妹 在家人的陪伴下 小白渐渐不再被幻想影响 也进入了理想的烹饪学校 大家都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片就是以一种别样的角度 展示了精神疾病患者的人生处境 虽然结局还是偏理想化的 但是个人看后还是挺感动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同一战线的 就不要怕暴露了 立挺孩子你还藏着掖着干嘛 咋的,被逮着脑不好意思啊 这还得能绕一圈解人 我是站在你这边了 喜欢的影片关注我们这边 See you